投城拔牙裡的騎老們 在里長官旭東的帶領之下 來到山上找尋作為孤棧 祖母祖姿用了赤竹 並先祭拜山神祈求平安 這個就是要三年長 三年長後 而且它的長度 要六十串 七十串 像現在七十串以上 七十串以上的長度 以前我就來包這個 這個鐵甲有嗎? 很多四個屁 這樣才會構成 找到適合作為祖母祖 長七十五台尺的赤竹之後 家已砍伐下來 小心翼翼的載運下山 來到神農廟前的廣場 開始進行拔牙裡 有風神戰之稱的孤戰之作 這都要貼起來 這樣啦 這都要貼起來 兩米都要貼起來 我們自己做的 我們最想就是 這個祖母町跟這個 千米町 祖母町 祖母町 對 祖母町 還有那些車門町 這兩天是祖母町 其他的 設計鐵町都沒有搞訊 我們會認識 譬如說 如果大江南部有夠好玩 我們自己去準備 因為我們的鐵町 都比白的五千還沒鐵町 都用得比較多 這個十串人都不需要 不需要下床 不需要下床 你像國學人 電波 十串人都不需要 白的技術 叫那個時候 我們要創那個電 現在都要創那個 十多位祈禱 將祖母族 剖成四個長片之後 細綁在圓形鋼架上 固定出 孤占的雏形 而中間只是 綁上一根 川芯的紅山木 並且開始進行 鋼架的固定 要利用四天的時間 將長達一百台尺的 孤占 細綁完成 並且要綁上臘肉 同時也會提供 搶孤巨下風神 佔順風旗的選手 十萬元的獎金 這個千肉 是三百五十多塊 那祈禱還有一個紅包 十萬 我們這十萬 成的最少也十萬 這個紅山 這個紅山 它本身 它就是以前 我們用幾十年了 它就是在古典 它的典電 紅山比較軟 比較不細 風吹的時候 它比較活潑 比較活躍 白牙里風神站 在9月2號 搶孤當天早上 將會盛大進行 繞境活動 並以站立的方式 風光的進入搶孤會場 吊掛上孤棚固定 迎接深夜十一點的 搶孤重頭戲 我們就是都要騎到 我們像以前老婆的時候 黃神仙就是用 直律室的進場 甚至青五層裡面 也要直律室的 所以我們還會 請到頭 還有生雞 這叫黃神 宜蘭新聞記者 石市民採訪報導